大家好,我是爱折腾的小杰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如果你也爱折腾爱生活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每周更新的精彩视频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大江小白控最终坚持了4小时17分钟 左侧是21700,右侧是18650电池 通过改装它们都可以装进大江的小白控里 但官方的设计位置是两颗18650 但也有改装大人把两解21700塞进了这个摇晃器里 因为体积的问题需要破坏性的改装 就是剪掉这些塑料的加强筋 同时因为高度的问题底部也需要加工 左侧21700比右侧的18650高出了很多 网上有人分享过改装方案 就是把这个螺丝扣剪断 就可以塞进两解21700 但是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两颗固定螺丝没法安装了 我个人改装的东西十分不喜欢这种破坏性的改装 不仅牺牲了结构强度 没法安装固定螺丝受外力的情况下 也很容易出现裂纹的情况 那咱们在不破坏内部结构的情况下 能不能达到超长的续航呢 有粉丝留言 它的U3 Pro 2C遥控器 采用了不到一年 充满电池能飞两块电池 我把粉丝改过的遥控器 基本待机都在4小时左右 采用一年的遥控器 只能飞两块电池 咱们怎么能忍呢 接下来咱们就给它改装一下 打开遥控器呢 默认机型是U3 Pro 给遥控器充电看一下 只有5V 1A 我怎么感觉这个遥控器 好像没有快充功能呢 再插检测仪看一下 也是5W左右 这款遥控器是第一代的小白空 它的缺点呢 就是没有散热风扇 支持的机型呢 也比较多 U3 LRS MINI3 MINI3 Pro 都可以使用这款遥控器 背部这里呢 只有一个散热鳍片 有很多飞友呢 也在这个位置加了一个散热风扇 遥控器的型号是RM330 电池容量是9.36瓦时乘以2 应该就是祖传的2500华文左右 这款遥控器拆解的非常简单 一共4颗螺丝 这个胶垫下面有两颗 底部有两颗 底部这两颗设计的非常巧妙 在这个螺纹孔里面 使用塑料敲片呢 小心地将四周敲开 这个连两侧的蒙皮都不用去掉 因为里面没有螺丝 断开摇杆的连接线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天线的设计 后面这个板呢 是竖向的天线 横着的这个支撑呢 是横向的天线 也就是说这个内置天线呢 它两个角度是都有的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摇杆 摇杆的上下左右呢 分别由不同的弹簧控制复位 所有的焊点呢 也都有风胶处理 如果我们摘下弹簧呢 就会变成穿越级的方式 摇杆就不会再自动复位 现在看一下上升杆和下降杆 穿越级的摇杆呢 都是这样的 不会自动挥中 但如果是航派无人级呢 这样就不太方便了 现在咱们取下两解电池 标签是9.36瓦时和它的串号 撕开外皮看一下有没有保护板 这个电池呢是没有保护板的 电池的保护呢 是在摇杆机的主板上 电池容量2600毫安 标称地压3.6V 今天咱们给它更换的是 国产的4000毫安18650 电池电量14.4瓦时 比人装的9.3呢多了5瓦时 顺便主流的21700呢 最大容量也就是6000毫安 我觉得这个4000毫安呢 就已经足够用了 两解加在一起 能达到8000毫安的容量 遥控器呢充一次电能飞个六七块电池 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 给大家看一下遥控器的卡扣位置 方便大家拆解 顶部呢一共有四个卡扣 左右两侧呢分别有三个卡扣 底部的卡扣呢是在下壳上 一共有四个卡扣 看一下遥控器的电池内组 现在是24毫欧 看一下咱们国产的4000毫安18650 是15.3毫欧 有很多朋友呢总说电池自放电比较厉害 其实就是这个电池的内组 内组越小呢电池自放电越少 使用清刻纸呢贴在正极上做绝缘 接下来咱们就给电池加工上捏片 有朋友留言呢 说我给大家改电池的时候不收加工费 但是这些辅料呢自己也要花钱买 其实这些辅料并不贵 清刻纸 捏带这些东西呢 其实一卷才十几元 买一卷能用很长时间 要是算下来呢可能时间成本会更多一些 我们连拆解来测电池和组装电池 大概也就是半天的时间能完成 如果要测电池容量呢那时间会更久 电池放在那里可能一测就要测一宿 大将的这个接头位置呢原来有打硅橡胶 咱们查回去呢也要打一下 但是不注意的时候这个硅橡胶被我弄漏了 每次我给粉丝改电池的时候呢 基本都是分几天进行的 第一天拆解测试电池 然后第二天呢再进行测洋物器的续航 手工时间呢也就是几个小时 更多的时间是在测试环节 受到大家的信任呢帮大家改装电池 改完之后也要测一下续航 这样给粉丝也有个交代 自己心里面也有底 因为电子产品就是这样 即使你换了高容量的电池 有的时候电池的保护板呢 需要你完整的进行一次充放电 才能识别到你的电池容量 而普通人呢并不了解这些 拿回去以后一测试呢 电池续航还不如从前 那会产生很多的误会 这个容器呢确认没有快充的功能 充电的时间非常长 特别是我换了大容量电池以后 充电时间变得更长了 现在呢咱们把摇摇器开机 然后把亮度调到最高 使用手机对它进行计时 评论区很多人说这样测试呢 不准却需要连上飞机 其实这个测试时间呢 就是一个相对值 就是相对于每一款摇摇器 我的测试方法都是待机测试 这样来做一个共同的参考 连上飞机测试呢 几个小时下来飞机一定是受不了了 平时做手工DIY呢 不管是电池补电 还是电池组均衡 可调电源呢 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工具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菲女斯新发布的这款 150瓦便携式可调电源 2.8英寸的90度翻证屏 支持电脑上机位 PDDC双机口切换供电 支持波形显示与能量统计 支持短路保护 防反贯保护 最高支持150瓦输出 铝合机外壳配合硅胶豆热片 散热性能更好 尚未基本价支持电压和电流自动扫描 了解完基础功能呢 咱们就开个箱 背面有产品的参数 最大输入电压是32V 5W 下面咱们就开箱 底部两个4毫米的香蕉头插口 和一个旋转波轮 右侧是一个开关按钮 顶部呢 是DC和Type-C的供电接口 有一个切换开关 最左侧呢 是一个上机位的数据接口 背面和侧面都是铝合金材质 看一下配件 两条鳄鱼夹的电源线 和一颗安卓口的上机位数据线 咱们使用充电宝给它上个电 现在的输入电压是20V 充电宝这一侧也是20V输出 撕个门 七条保护门感觉更清晰了 翻转屏幕的设计我觉得非常好 什么时候呢 如果看不清 旋转一下角度 就看得更方便一些 简单看一下它的功能 按一下房子键 就进入了设置菜单 这里可以设置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和过温保护 系统设置里可以切换界面风格 和屏幕亮度 还有声音大小 这个还有一个计量统计的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给电池充电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电池充进去了多少电 对比了一下主题界面 我更喜欢这个工业风 可以看到这个工业风的数字显示会更大一些 界面提供了两种不同喜好的风格 按一下右侧的切换键 咱们就可以设置输出电流和电压 底部的旋转过程 就是用来调节电压的数值 侧面的电源键就是打开输出 这里有指示灯的提示 现在咱们连上电源线体验一下 这个是两个半包的鳄鱼夹 鳄鱼夹的开口角度约1.5厘米 长度约6厘米 咱们测一下给电池充电 讲完电池后就会直接显示电池的电压 按住M键 进入一个分组模式 这里提供6个分组 我们可以设置好6组输出的电压和电流 更方便切换 我设置了几个比较常用的 4.2V 5V 9V和12V 设置好以后如何使用的 就是单击M键 就可以切换我们的分组数据 现在给电池充电 我就切换到4.2V这个分组 现在我们打开输出 现在属于是一个横流模式 最高1A的输出电流 调整波轮 咱们切换一下电流 现在是1A 切换到2A 充电功率来到了7.7W 按住切换图表 可以切换到曲线显示 我们可以实时观察输出的电流和电压的变化 现在就给这个四川的电池组充电试一下 充电去了0.025W 最后咱们体验一下尚未级软件 直接去到非约组的官网 可它电源就这一款 下载软件也是很方便 下载之后不需要安装 直接打开就可以使用 随便找一个安装口的数据线就可以通讯了 还有一个好评的点 就是它不需要驱动 直接插上就可以读取数据 有人可能会说这个尚未级软件有什么作用呢 我不清楚别人是如何使用的 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远程操控 比如说我现在需要测试一个电池 我不可能在工作室一直等待它 外出以后手机装一个远程软件 或者是其他电脑远程控制这台电脑 就可以更方便的随时控制和调整参数了 说白了呢 就是可以变成一个远程操控的方式 当然呢 你觉得它带的这个2.8英寸的屏幕太小了 你也可以使用电脑的屏幕 直接来观看所有的数据 给了我们多一份的选择 上位级的主机面显示呢 就是我们设置好的六个分组 还有电压和电流的设置 切换到高级功能呢 还有一个电压和电流的自动扫描 我们可以设置好布进电压和电流的范围 然后点击开始以后 它就会自动循环的走 现在这就是开头我15的那一幕 我当时测试的时候呢 把电压调到了20伏 功率调到了100瓦 也就是5A 飞机是四川电池 最高电压是16.8V左右 而我直接给到了20伏5A 这就出现一个打火现象 给我心疼勾呛 后期呢 我也测试了一下飞机 还好没有损坏 这期的体验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这个可特电压呢 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 2.8英寸的IPS屏幕 不仅它的角度可以调 而且它观看角度呢 也非常广 希望这期视频呢 对你的选购有所帮助 爱吃或爱吃的 我是爱折腾的孙思杰